第二十一题,阿凯在实验室进行四个实验记录如下,甲,将蓝色硫酸酮加热后变成白色粉末,乙,将白色硫酸酮粉末加入水中溶解,水溶液温度升高,丙,将粉红色绿化芽菇是此烘烤后变成蓝色,丁,将白色硝酸甲溶于水,水溶液温度下降,有关此四个实验,其中夹底线的反应是属于放热反应者有哪一些? 我们看到甲是将硫酸酮加热,已经告诉我们是加热,所以它当然是所谓的吸热反应,所以甲是错的,乙将白色硫酸酮粉末加入水中溶解,我们的蓝色硫酸酮晶体加热烤一烤,变成白色粉末,同时水会跑出来,所以反过来白色粉末加了水之后就应该是所谓的放热反应,那么这里题目也告诉我们的水溶液的温度上升,当然就是所谓的放热反应,所以乙是对的 丙将粉红色绿化雅固式烘烤变成蓝色,这里已经讲了要烘烤它,所以它也是要吸热的,所以丙也是错的 那么丁将白色的消炭甲容易溶于水,这是老师上课的时候请各位特别体会过的,消炭甲溶于水会感觉到冰冰的,表示它是一个吸热反应,题目也告诉我们它的水的溶液的温度是下降,所以它是一个吸热反应,所以它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发现只有乙是水的溶液温度上升,它是属于放热反应 所以第21题问我们说,其中加底线的反应是属于放热反应者有哪一些? 我们答案选的是A,只有乙 好,谢谢大家